继续来关系是五一劳动节 全台数十个劳工团体发起大游行 今年的劳工诉求是反低薪 禁派遣 有学生以行动剧讽刺政府 突立大财团忽略了广大的劳工 游行当中在劳动部的前面 一度还与警方发生推击 高举标语大喊口号 全国数十个劳工团体 在五一劳动节这天走上街头 反低薪 反派遣 要一起走到劳动部前 表达诉求 原本说好指游行不占领 但是最后还是按耐不住情绪 爆发冲突 认为警察站的位置 与原先协调的不一 双方爆发推挤 即便铁门拉下 还是奋力向前冲 索性冲突没有扩大 而这场游行要表达捍卫劳动条件 反对自由贸易等诉求 有学生就以行动剧讽刺政府 只图立大财团 不错 继续坐下去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坐大哥 你身边的人 不要一直有这条绳子牵着我 其他人都看不起我 有劳工团体高举丧事用的罐头塔 讽刺劳动部长潘市伟一路平步青云 而不满远通公司取消收费站 造成国道收费员失业 劳工团体还自制收费站 要求ETC收归国有 收回国家资产 收回国家资产 不会风雨上万名劳工走上街 捍卫权益表达诉求 要向政府发出基层劳工的怒吼 有点TV 正好报道